时隔近五年 朝鲜首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引关注 朝鲜为何此时恢复导弹试射 美韩哪些举动使朝鲜感受到安全威胁 是新型号还是新瓶装旧酒 朝鲜洲际导弹过去近五年 是否完成了三级跳 美韩放风朝鲜最早会于4月中旬重启和实验 半岛新一轮安全互动会走向何方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摩史给大家请来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腾建群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老师 欢迎两位 那就在大家把关注的目光都聚焦 在乌克兰局势的时候 我们看到相对这几年平静的半岛局势 在线波澜 可以说朝鲜十分高调地成功试射了一枚 洲际弹道导弹 这也是自2017年朝美契合谈判结束之后 朝鲜首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引发了各方高度的关注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3月24号成功试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亲自指导 据悉这是朝鲜时隔近五年来 首次试射该类远程导弹 该导弹最高射高为6248.5千米 飞行距离1090千米 飞行约67分钟后 精准降落在朝鲜东部海域的预定目标水域 针对朝鲜此次试射 与美韩随即分别表示谴责 联合国安理会也于3月25号举行会议 通过了有关核不扩散及朝鲜问题的相关决议 领局报道 朝鲜发射导弹的蛋挽 韩美方长和外长就通电话 围绕共同应对朝鲜试射 洲际弹道导弹的合作方案进行讨论 一同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晤时也谈起此事 拜登重申对韩日安全的所谓坚定承诺 此外美国国务院就此宣布对一家朝鲜机构和一名朝鲜公民等实施制裁 3月25号 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还视察了F35A隐形战机的大象漫步演练 韩林社称 这是韩国县政府成立以来首次进行的大型武力示威 3月31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中方对目前半岛事态表示关切 中方一贯主张 对话协商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当前形势下 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升级的举动都是不可取的 朝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试射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那我们知道上一次试射洲际导弹是在2017年的11月份 过去了四年多 朝鲜是在致力于提高它的洲际导弹的水平 让这个洲际导弹比前一个各个方面都要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洲际导弹这么一个复杂的武器系统 不是说随时随地可以试射的 一定是时候到了 从政治方面来看 今年朝鲜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大家都知道 是金正恩执政十周年 又是金日成诞辰110周年 所以今年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庆祝活动 那么这个时候试射洲际导弹 对内当然可以提升民众的这种自豪感 就是政治意义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么还有我们也看到了 今年又是韩国的一个大选年 他选了新总统 那这个新总统其实是比较强硬的 对朝鲜很强硬 而且特别强调跟美国的安保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进行洲际导弹的试射 当然也有给韩国看的这个意思 朝鲜在这个时候试射洲际导弹 其实也是想把美国拉回来 让美国能够关注朝鲜半岛 关注朝鲜 就是能够跟它谈 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比如说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那洲际导弹 当然肯定是美国最担心的了 因为它可以打到美国 其他的如果是中程导弹 我觉得美国是不会在乎的 从外部来说的话 美国拜登政府给了韩国 所谓的导弹主权 在过去的话韩国导弹发展 不管是在射程还是战斗部的重量 都是受到美国的限制 但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出于自己的 在西太平洋地区兵力部署的需要 那么全部放开了 韩国最近一段时间 也不断地进行导弹实验 甚至海上也进行导弹实验 进一步刺激了朝鲜方面的加快 它的这种远程导弹的研发步伐 那么第二方面我觉得还是跟韩国政局的变化 就是刚才邵老师也讲了 特别是新当选的总统 5月10号就要上任 那么他在竞选期间 也做了一系列的政策宣示 比方说他要重新部署导弹防御体系 甚至否认文在寅之前做出承诺 里面不如萨德 不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当中 而且也要不加入或者不形成 有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地区的 这种多边机制或同盟关系 隐秀这一番表态的话 应该说也对朝鲜方面有一定刺激 再加上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局势的演变 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博弈 对于一个相对弱的国家 它形成了这种碾压的这种态势来看的话 也让朝鲜感到了这种压力 它更加坚定了发展 包括洲际单导弹这样一些大杀器 这样的话它可以使自己的安全 它认为可以得到更多的保证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朝鲜的这种导弹试射活动 一方面是跟它比如说 导弹发展技术的这种发展节奏 这是相关 这个是内阴 另外跟它的外部环境 也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那关于朝鲜试射导弹的情况 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带来详细的介绍 好的 根据银友新闻报道进行统计 我们发现 从1984年首次试射以来 截至2022年3月 朝鲜已经成功进行了 140余次导弹试射 首先我们从次数上来看 伴随着韩美在半岛大秀军力 举行多场联合军演 我们发现 从2006年到2016年 朝鲜试射导弹 逐渐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到2016年达到了顶峰 全年发射了有24次之多 大部分发射地 集中在朝鲜东部和日本海地区 但是从2017年的11月 到2019年的5月 朝鲜中断试射达521天 在这521天中 韩美对朝制裁有所缓和 让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 明显松动 由此推动了朝韩双方的破冰之旅 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会面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 维护地区和平的力量 也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局势的缓和 直接影响了朝鲜的导弹试射 对于此次朝鲜试射导弹 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 军事专家斯科特里特 在今日俄罗斯网站刊文评论称 朝鲜的导弹测试 是一个鲜明的提醒 朝鲜此次的试射 不是为战争做准备 而是寻求创造一种谈判的环境 即通过展示军事实力 来传递外交信号 查诚 好 谢谢 另外两位老师怎么看 就是朝鲜这一次 恢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因为之前尤其朝韩关系 我们知道是一个改善的石头 另外朝美也多次接触 这个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 邵老师 其实我们看最近两年 无论是朝韩的关系 还是朝美的关系 其实已经停滞了 从朝鲜的方面来看 他和美国的总统的两次见面 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什么 现在拜登对朝鲜 基本上是一个无视的态度 文在寅虽然对朝鲜 应该说是有善意的 但是受制于很多因素 现在整个半岛 其实出现了一个僵局 那么从朝鲜来说 他一贯的政策就是 以超强硬对强硬 那之前他觉得 我做出一个缓和的姿态 好像效果不好 那现在我就拉抬紧张态势 那么让你们能够重新地重视我 来跟我谈 拜登上台以后并没有把朝鲜 办到问题了 作为他的一个对外政策的 首要这个问题 所以朝鲜方面 他想着跟美国改善关系 这样一个诉求 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信心 所以现在美朝之间的互动 应该说出现了停滞 朝韩之间的互动 应该说有一定的进展 但是文在寅已经接近了 他执政委声 朝鲜同样也不会认为 再把这个赌注 下在文在寅总统身上 他更多的关注是 下一届总统将会对朝鲜 采取什么措施 我觉得他也有一个研判 美国顾不过来 韩国正在进行 这种权力的交接 那么他进行这种实验 肯定不会招来更大的反应 那对于朝鲜这次试射 其实还有一个悬念 就是关于这一次试射的 洲际弹道导弹 到底是不是新型的 洲际弹道导弹 不同方面给出的说法不一样 另外我们看到 韩国方面表示说 4月份朝鲜会迎来 一系列重要的纪念日 说届时朝鲜还会采取 相关的行动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这方面情况 韩联社日前援引 韩国政府和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 韩方和美方 根据火箭发动机烹馆数量 和第一级火箭燃烧时间 判断朝方发射的是 2017年曾室射的 火星15型洲际导弹 不过日本内阁官方长官 松野博一近日表示 日方经过相关分析后 仍认为朝方发射的是 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韩国外交部长官 郑易荣则称 韩美情报部门 正根据多种信息 就朝方射弹进行精密分析 据专家估计 朝鲜试射 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射程 可达1.3万至1.5万公里 拒绝于弹头重量 也就是说 整个美国大陆 都在朝鲜导弹的 最大射程之内 从该导弹的尺寸 可以判断 它可以携带 多个独立制导的战斗部 有舆论指出 尹锡悦自从当选 韩国总统后 因其主张 对朝强硬政策极调 曾多次遭到朝媒批评 韩国统一部近日表示 朝鲜近日发射洲际导弹 由此形成以强对强格局 在4月朝鲜迎来 多个重要纪念日之际 朝鲜有可能再发起挑衅 您怎么看 这次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到底是新还是旧 是17还是15 我觉得肯定是新的 就是火星17 因为很明显 它和火星15相比 那个导弹长了很多 据说就是长了3米 而且也粗了 火星15 它的直径大概是2.3米 然后说火星17 可能是2.8米 你就从这个外观来看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 新型的导弹 包括它的发射车 火星15是9轴 火星17是11轴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直观的角度来说 它也应该是新的 另外就是从那个照片 可以看到 火星17 它实际上是4个火箭发动机 而火星15是两个 这也说明它的推力更大了 那如果我们再仔细来看 就是说这个导弹粗了 当然就是意味着 它的火箭发动机 或者是它的发动机尺寸 就增大了 那么火箭长了 那就说明了 它加注的燃料多了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意味着 火星17有更远的射程 有更强大的投掷能力 所以现在认为呢 火星17它的射程 肯定是在 1万3千公里以上 这个其实还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它的投掷能力 它的有效载荷 火星15呢 虽然也是洲际导弹 但是当时都认为 它的有效载荷 可能就是几百公斤 但是现在看呢 火星17的有效载荷 可能达到两吨 所以哪怕是 它没有实现弹头的小型化 这两吨也足够了 所以火星17 应该标志着朝鲜 有了一款 真正具备了实战意义的 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导弹 对于朝鲜来说呢 意义非常的重大 就是它的潜在的威慑力 会更大 您谈到这是一个新型的 就它从朝鲜导弹 发射的这种代际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这么说吧 火星15 其实只是解决了 一个有无的问题 说起来我们有洲际导弹了 但是可能它 不太具备实战价值 但是火星17呢 不仅是洲际导弹 更重要的是 它是具备了实战能力的 洲际导弹 那现在呢 也有人猜测说 火星17可能使用了 分导式多弹头的技术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我们知道 分导式多弹头 除了可以攻击 多个目标之外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突防能力 会更强 所以我想 即使现在不是 火星17具备的能力 将来它也一定 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朝鲜这次试射洲际导弹 是不是从原来的 比如说跟韩国的关系 是这种改善 包括跟美国的接触 就它的政策面 就彻底转向了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信号 它政策面呢 应该说没有太多的权面 那么为什么现在 还进行这种实验呢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 主要还是要完善 它的这种核打击 或者核威慑能力 那现在来说的话 我想那么朝鲜呢 它也非常清醒 跟美国改善关系 或者是恢复 实现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 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的工作中心呢 可能会转向韩国 但是韩国又遇到一个 像尹锡悦这样一个 相对来说亲美的领导人 所以它现在来看的话 这种实验 这种不断地表示 它的这种强 一强是强的态度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一种策略性的政策 那么显示自己在这个地区呢 有能力保护自己国家安全 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种实验来讲的话 它不单单是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问题 它更多的是带有外交含义 甚至带有政治含义的一种举措 但是它并不代表 就是以此它改变了那个2018年之后的那种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的这种策略 它还在往前走 如果到平南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它那个平南大街上 在2012年建起来的那些高楼大厦 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非常现代化 这都是在近东上台以后发生的变化 另外我们提到根据韩美方面的消息 就是朝鲜在4月份可能进行的所谓的挑衅行动当中 那么美韩方面分析说核试验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韩令社日前援引多名韩军和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 朝鲜目前正加快对咸进北到吉州郡封锡里核试验场的修复速度 最早可于4月中旬进行核试验 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也于近日表示 朝鲜有可能进行核武器小型化多段投技术试验 此外 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称 他知晓有迹象表明朝鲜准备重启核试验 为了促成朝美对话 韩美就美方可拿出的谈判筹码进行交流 但未达成共识 无法告知朝方相关方案 朝鲜是否误判形势 令人担忧 韩令社称 若朝鲜再次进行挑衅 韩军单独或与美方联合举行大规模武力示威的可能性较大 届时美方可能将B-52H远程轰炸机 或B-1B战略轰炸机派往韩国 此外 韩国军方相关人士近日透露 为应对朝鲜重启核试验 韩美军方正在就一切可能紧密协商对策 滕老师怎么看韩方的这个判断 说朝鲜在四月份可能会再次进行核试验 我觉得这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从实验场来说的话 在2018年 朝鲜为了显示它契合的这个决心 所以把封锡里和实验场的四个洞口 全部给它封掉了 炸掉了 那么当时的话 还有有关国家 包括中国 俄罗斯 美国的记者 还到现场在那里进行了拍摄 那么现在要再挖洞 进行这种实验来讲的话 它并不是说一天两天 或者是短时期内就能完成的 从它的发展战略来说的话 已经拥合情况下 再进行核试验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 没太多的意义 那么从政治层面来看的话 它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外部的打压 韩国方面还预测说 朝鲜接下来动作会有核试验 如果说韩方的这种预测 成为现实的话 那你觉得韩美的这种回应会是什么 比如说日本 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从当下就是立即的反应来说 基本上就是老三样 比如说谴责 然后新的制裁 因为之前已经有了很多制裁了 所以它能够制裁的空间也不大了 再一个就是一定程度的武力的显示 比如说在洲际导弹试验之后 两个小时 韩国就发射了多种型号的导弹 陆 海空都进行了发射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通常它可能会派B-52过来 转一圈 或者是航母编队过来 显示一下武力 但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姿态 并不是说真正的要在军事上 做出什么大的动作 当然接下来美航可能会有联合军演 但是这个联合军演也是例行的 所以我觉得尹熙悦 他在就任总统之后 可能会在加强韩国军事实力方面 做出一定的反应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他的一个政策主张 他就是主张对朝鲜要强硬 主张要加强韩国的国防力量 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洲际导弹试射 作为一个由头 那在这方面我觉得他肯定会有比较大的投入 所以朝鲜办的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军备竞赛 那么日本方面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耐人寻味的 去年在岸田文雄上台的时候 他就提出一个主张 说日本要拥有打击敌人基地的能力 那么这个敌人的基地实际上指的就是朝鲜 就是外界就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是标志着日本对他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修改 所以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调整速度 我觉得会因为这件事而加快 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日本甚至希望朝鲜再发展 因为朝鲜的发展就是日本发展的一个最好的借口 所以不管说这样的一个洲际导弹 对日本实际上能够构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日本一定会做出反应的 一定会在军事战略的调整 在军事实力的提升方面 做出一个相应的一个它的一个反应 它的一个对策 其实我们看到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 甚至是军事对抗 应该说是时有发生 那这其中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那关于这方面内容呢 还是请小叶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观察 把时间交给他 好的 通过梳理历史变化轨迹 我们可以发现 冷战结束后 半岛局势总体上在紧张和缓和 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呈现周期性的摆动 有研究表明 这种周期性的演变 反映出了相关国家政府 换届周期的变化 我们来看 克林顿执政时期 美朝关系逐步升温 双方发表了 朝美关系史上的第一个联合声明 提出互相尊重主权 互不干涉内政 支持朝鲜半岛和平统一 此后 朝美又不定期举行双边高级会谈 受美国对朝政策转变的影响 韩国政府也随即加快了 韩朝间的对话和交流 甚至在京大中政府期间 提出了对朝的阳光政策 并达成了与朝鲜领导人 金正日的历史性会晤 而随着代表共和党 保守势力的小布什 2001年上台之后 对朝鲜采取了一种 截然不同且十分严厉的立场 并且在911事件后 更将朝鲜归入所谓 恐怖主义邪恶轴心 当时韩国金大中政府 正在实施阳光政策 谋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解 陆武炫执政之后 对朝提出包容政策 主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在这种背景之下 美韩同盟裂痕不断扩大 半岛的稳定也面对着挑战 奥巴马上任之后 对朝实行战略忍耐政策 在此推动之下 2012年美国与朝鲜签订了 日日协议 美方宣称对朝鲜并无敌对意图 朝鲜则同意暂停核试验 中远程导弹试射和油浓缩活动 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 然而不久之后 美国再度回到对朝制裁 和施压的政策轨道当中 此时 韩国李明博政府 极力向奥巴马政府 兜售朝鲜崩溃论 美韩双方放弃与朝鲜 推进无核化进程 令朝鲜大失所望 特朗普就任之后 激烈批评 奥巴马政府时期 对朝战略忍耐政策 提出所谓 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 视朝核问题为 头号外交挑战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在当年12月推出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 特朗普继承了 小布什广为人知的说法 将朝鲜指责为流氓政权 此时的韩国 文在寅在上任初期 主张南北对话 缓和紧张局势 然而在2019年初 朝美领导人 与越南河内的会晤 无果而终之后 朝美对话陷入了僵局 韩朝关系也随之趋了 查陈 好 谢谢 各方就是怎么样 通过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能够让他避免走向紧张 甚至是失控 朝鲜从他内心深处来说 他并不是想对抗 只是说他没有什么办法 让他的对手重视他 所以他的军事实力的发展 特别是核和导弹力量的发展 其实更多的是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外界 应该更多地 透过这个现象去看本质 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点 当然是美国 那现在美国的心思 是不在朝鲜半岛的 美国对朝鲜基本上 就是一个无视的态度 那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必须要转变 他目前的这种 很冷漠地对待朝鲜的心态 必须要真正地关注朝鲜半岛 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 正在进入新的一轮 这个调整变化当中 特别是在大国竞争方面 那么美国现在不断加强 对盟国 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的控制 那么俄罗斯方向呢 我觉得也在加强 这方面的兵力部署调整 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他新的财年 他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当中 抽了61亿美元 那么这个计划主要的 就是从阿拉斯加 日本 韩国 再到中国台湾 再到菲律宾 部署这个攻防兼备导弹体系 东北亚地区 可能面临着一场 导弹的这个军备竞赛 好 非常感谢 今天两位专家的点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我们看到半岛问题 反复发酵的一个根本原因呢 其实还是冷战后遗症 没有得到根治 而要想走出新一轮半岛局势的魔咒 就希望有关的各方呢 能够在原有 已经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之上 重新举步 相向而行 好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见